记者吕一轩台北报导 德国北莱因西法里亚邦明斯特市座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 外交部经表示气味接获我国侨胞或留学生受影响讯息 我外管也已成立专案小组关注此案 位在德国首都柏林西方约400公里处的明斯特市 Muinster 昨7日中午发生一起货车攻击事件 明斯特市人口约30万 案发地点在市中心老城区人潮众多 一名驾驶开小货车冲撞人群后举枪自禁 造成数人死亡30人受伤 当局将朝恐怖攻击方向调查 外交部今天表示 我驻法兰克福办事处已成立专案小组 持续联络当地警政及医疗机构 住处并与当地桥界商会及同学会保持联系 既未接获我侨胞 留学生受到影响的讯息 外交部也提醒负德商与国人注意自身安全 行前至外交部领悟局网站完成出国登录 如有需协助之处 可就近于我驻德国代表处491713898257 获驻法兰克福办事处491713147552 联系